分泌多一点 然后让大家happy一下 但是嗨完了之后呢 你就留下一些什么呢 就是什么都没有 最好我掏出真心 却换来毒药 是吧 就像你 就像你 比如说你心情不好 你想去酒吧喝一点 然后你喝完了嗨一下 蹦个滴 可能直接享受的时候 觉得很嗨 但是你 你嗨完了之后 你蹦完了滴 你喝完了酒 你第二天早上起来 头痛啊 就是蹦的脚都疼了 浑身都疼 是不是 觉得一晚上 就过去了 也没留下什么 对 小样 又被你发现了呢 蹦迪是为了把梅 好 就算你把到梅了吧 那你把到了梅以后 又能怎么样呢 你们能长久的在一起吗 还是说借着那一点酒精 就是可能 就是当下发生一些故事 但是故事过了以后呢 是不是又很空虚 对不对 对不对 当然了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 但是有些人会觉得 这个 当下 活在当下 及时行乐 但是我是觉得 有一些快乐 有一些快乐 我觉得不用去追求它 就是那种细水长流的快乐 才叫真正的快乐 主播都是对的 那没有毛病 麦克风在我的手里 我要掌握话语权 我说什么都是对的 昨天我还在你怀里 摄摇 我是把你心头怕 没梦全碎掉 我像个漂亮少处 在做独有桥 我以为我能得到 以为你是最好 我逃出真心 就换了独眼 今天那个我们呢 主要是我是想上来 跟大家打打招呼啊 然后告诉大家一下 我又回来直播了 然后呢 跟老朋友交流一下 然后今天就会 就是会 等会再唱个一首歌吧 两首歌我们就 下播 接下来的话 可能就会要 开始 经常的播了 如果你们 就是下午有空啊 或者是 想听歌的 都可以过来听我唱歌啊 或者跟我聊聊天都可以啊 我们探讨一下 我们探讨一下人生啊 谢谢小龙虾探讨人生 我非常开心 跟大家交朋友的啊 能管住你的眼神吧 那是你的眼神 冰凉又美丽 有情天地 我满心欢喜 我的眼神就是那种 就是唱 就是当我一唱歌的时候 我就管不住 我就 我满心欢喜 谢谢观看